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说他能接受我的过去 可是在一起以后 他不光跟我乱发脾气 还经常说难听的话刺激我 我接受他的过去 是想让他走进新的生活 好好跟我过日子 和以前撇清关系 而不是让他和过去的家庭 藕断丝连 如果当初他直接说接受不了 我压根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现在他摆明了 就是瞧不起我 既然跟我在一起了 他就应该考虑我的感受 把我放在第一位 让我能看到我们的未来 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刘25岁来自河北维修工 有请小刘有请 小梁26岁来自河北销售 有请小梁有请 你还比小刘大一岁呢 是 二十六岁 对 但是我听说你已经有个娃了是吧 是 孩子多大 孩子两周岁 两周岁啊 就离婚了 是 那孩子跟谁啊 孩子跟他父亲 然后现在是他奶奶在带 那你离异多久啊 离异一年多了耶 跟他认识多久啊 就是跟他认识的时候 是离异一年多了 哦 就是离异一年多之后 认识的他是吗 对 哦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那你知道他 离异还是一个 两岁孩子的母亲吗 追的时候不知道 等在一起之前 他才告诉我的 啊 其实就是知道对不对 对 那喜欢他什么呢 我就觉得 他性格特别的好 然后长得也挺漂亮的 我就想追他吧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知道他是 你以后吧 然后我也没有介意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块 只要好好的生活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但是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完全不是 那么回事 因为我们两个 都是单休嘛 然后每周我想 约他出去吃个饭 他都说啊 我要去陪孩子 我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我几乎 天天我们俩都能见着面 那我一周回去 我就看孩子一次 他就要跟我闹 他就要跟我讲 你也没必要 周周都去吧 他是当妈的嘛 孩子又不在身边 那孩子他父亲在外地 他奶奶一个人带着他 我怎么可能放心呢 所以你就和你这前夫 一块去看孩子 然后还把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是吗 他也不经常回来 就有一次 孩子他知道啥呀 就知道爸爸妈妈 陪着他去公园 他就开心 我拍个照片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呀 那就为了这孩子开心嘛 所以你心里过不去了是吧 是 要是他把孩子接来 跟你们一起生活 不是每周天天 你们都在一起了吗 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感觉现在 他好像就跟他的前夫 好像有那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个 我们要真的有那样的事 我们还可能离婚嘛 那离婚不都是因为 过不下去了嘛 行 就是因为周末要去看孩子 所以闹得不可开交是吗 刚开始的时候 他说他不介意的 他要说他介意 我根本都不可能 跟他在一块 后来闹起来之后呢 现在不就为这事争吵吗 是这样吧 他希望我跟过去撇清关系 但是我根本就不可能撇得清 孩子就在那 但是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了呀 你不应该跟过去 划清界限吗 你不应该开始新的生活吗 以后是咱们俩 在一起过日子呀 不是你刚才可还是说了 那孩子他要带过来 你也接受的啊 那也是要过去的一部分啊 你接受吗 你说实话 接受不了 他就嘴上说着能接受 做的事确实 真的都是接受不了 就我回去看孩子 有一次周末 他就去跟别的女生约会 然后还拍照片 发朋友圈 我当时看见朋友圈 我都给他打电话 我跟他说谁呀干嘛呢 他就说朋友 就把我电话挂了 那我总不能 当时就给你吵起来吧 你当时打电话 跟要吃了我似的 而且我后来不是 也给你解释了吗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那心你 普通朋友有必要那么亲密吗 那心你周末去陪孩子 我朋友过来陪你吃个饭怎么了 其实现在看来 他非常介意你曾经的经历 对吧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特别难受 他明知道我这件事 他还经常拿一些话就刺伤我 你指的他刺伤你是什么 说羞辱性的语言还是怎么样 对 我们有一次去商场里边逛街 我就说这商场里的东西可能有点贵 我说就今天就不买了 也不是啥非买不可的东西 我说省点钱娶我吧 他就说我们家 就算啥条件娶你也夫妇有余 就我在他心里好像就不值钱一样 我当时我是带他去买东西的 我觉得我不差那几表块钱的东西娶他呀 我觉得他是在嫌我穷 你家是穷吗 普通家庭的 能拿得出彩礼吗 十上八万的还是可以的 不穷嘛 他就经常还拿着一些小事就跟我发皮 他以前从来都不会 现在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你们这谈了多久啊 我们谈了也快一年了 才一年就闹成这样 就刚开始的时候哪都挺好的 我就是因为他性格好 对我也特别温柔 挺细心的我才跟他在一块的 我上下班他总接送我去健身房 就陪我在健身房等着我 然后再把我送回去 你健身是吗 对 就因为有一个教练 就多跟我说了两句话 他就一脸都不高兴 然后再回去的路上就又跟我吵起来了 不是主持人那个健身教练跟个苍蝇似的 一直围着他转 那你应该打苍蝇啊 对吧 我们切了一块西瓜 来了一只苍蝇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啪把西瓜打走了 捧着苍蝇啊 一般说把苍蝇红走 咱吃咱的西瓜呀 所以心眼还挺小是吧 在乎他是吧 那这个男生算可以依托的人 或算可以托付的人吗 你自己觉得 挺温柔挺细心的 我就觉得他还不错 所以就 后来我也就是尽量就只能说 我不可能不看孩子 我也就只能减少说看孩子的次数 他真的说介意我前夫在那 我就真的就只能说是避免跟他见面 我不可能不见 毕竟有孩子在那呢 但是他说那些话就特别伤人 说什么呀 有一次我还是好心好意的 去邀请他到我们家去吃饭 他一进门 就把鞋跟袜子就扔得到处都是 我就说 我说你这么邋遢 我说以后咋过呀 谁跟你过呀 他当时就火了 他说咋不能过呀 就我不要你 谁要你呀 你二手活 他就说得这么过分 那我结过婚怎么了 我离过婚我就成二手活了是吗 他就这么说我就特别接受不了 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口不测言 你气什么呀 在外面受了一天气了 也不就想让他安慰一下我 然后进去以后他就开始照我 然后我当时也没控制住情绪 你就是现在肯定那么想过 你才会那么说的 行这这就不重要了 不过去是发生的事吗 你们家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存在吗 知道我还想着带他去见我的父母呢 啊你想去见吗 我们俩后来就因为 他说这么说我们吵了特别长时间 我是想过又不在一块了 但是 他就也一直跟我道歉一直哄我说 想得我好好在一块 嗯 他跟我表决心 他说去见父母 我也纠结了好长时间 我说 你要不就去吧 觉得有一天中午去吃饭 我大早了六点 特别早我就起来 我就想打扮漂漂亮亮的 然后怎么能给他父母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印象 结果我刚要出门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有事今天就不过去了 嗯 我问他是什么事 他就志诺诺诺的就说不清 我觉得他就根本都没跟他父母说 约好了见又说不见 就不知你看不上我 现在你父母也看不起我是吗 我结婚婚就有错了 就是 就没见我 就这么否定我 当时确实是事赶事赶上了 而且我觉得咱俩也不是明天就不在一起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 嗯 每天都可以去见呀 那你说见就见 你说不见就不见是吗 那他后来有安排再见面吗 有 没过几天我就说今天没事的 那个咱们去见一下父母嘛 然后他说什么都不肯 啊 我觉得他特别不尊重我 也许是真的有事吗 也许他父母那儿确实还没做好接受的准备 他回家做工作了呢 你父母知道他的情况是吧 知道 你们在一起他们同意吗 他们一开始 真实态度是什么 反对的 但是我给他们做了挺长时间功课呗 我说 我就喜欢他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没觉得你有多喜欢他呀 你自己做好准备了吗 我做好了 这以后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还有上学各种问题 那要找妈来咋整啊 你又不接受 因为孩子是判给孩子的爸爸那边的 嗯 我觉得以后的生活是我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对吧 对 让他跟过去的所有人和事全断 是这意思吗 最好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嘛 那你叫什么劲呢 你现在喜欢这个人嘛 可能就是他的容颜嘛 你不喜欢他的历史嘛 你把他拆成两块了嘛 早认识他几年多好是吧 你舍不得离开他是因为什么呀 我们真的就是在一块的时候 哪都挺好的 他每天陪我 我就最想有一个人就是能经常陪 陪在我身边的 嗯 因为我跟我前夫分开 其实就是因为沟通的少 然后也不经常在一块 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人经常陪我 他是可以经常陪你啊 但是他要求你跟过去一刀两断 你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你就不能享受 经常陪你的这个男人啊 我已经尽量在减少次数了 但是我孩子那么小 我不可能不去看他 不是 你是尽量减少次数了哈 那如果孩子就想你怎么办呢 孩子想我 我肯定第一时间回去看孩子 那他就不干了 我觉得真的爱我 就得接受这件事 我就想 让他能多理解理解我 你能理解吗 你总是要向前看的呀 他可以向前看你得往后看啊 也有些东西是你要接受的 看给你委屈的 那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我喜欢的是他 我又不是喜欢的是以前的家庭 不是啊 他有一个儿子是个事实啊 你爱的女人他有一个儿子呀 这是个事实啊 你得承认这个事实啊 看得出很难受啊 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哭了大男人 伤心的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哭啊 是因为他哭了吗 我就感觉我特别委屈 委屈 你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而不是因为他哭了是吗 也有吧 因为我看他哭了 我也就难受 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可是 现实就是这样 你纵然再喜欢他 他的过去已经不可更改了 而且 你也不可能理解一颗母亲的心 孩子和我们永远是血脉相连 不可分割的 无论什么时间 无论他在哪里 我们的心始终和孩子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喜欢他 你选择他 我觉得你必须要接受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 就远离 不要给他折磨 尤其是刚刚我听到 女生突然眼面哭泣 是因为你说了一句 特别伤害他的话 本来在爱情当中 其实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 但是你把爱情分出了尊卑 你让爱情里 有了自己的那种优越感 所以你在他面前 你觉得你可以指手画脚 可以要求他什么 因为你曾经有过过去 而我是清白的 但是真正的爱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他来说 他为什么痛苦难过 但是他很清醒 他没有说 你爱我 如果你要求我放弃这个孩子 我就向你低头 我放弃了 他没有他很清醒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母亲 最基本的回答 你问所有的妈妈 可能我们的想法 无一例外 都是这种答案 所以小伙子 我觉得如果你真爱 你就不要有这种优越感 来指责你心爱的这个人 我听到这个女生 附述你的话 我都觉得心疼她 她不该这么被对待 因为过往谁都没有办法 让一段感情 一个婚姻那么圆满 你即便是再努力 有时候天不随人愿 你要接受很多 我也特别想跟这个女生说 你其实想得非常清楚了 你只是觉得有一些留恋 因为她对你好 但是不要因为过去的一段感情 就让你对未来有一种恐惧感 你觉得有一个人对你好就够了 你不敢再奢望更多 不对 哪怕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一段 你可能在你心里 你觉得失败的婚姻 或者爱情也好 依然不妨碍 你看到大海 看到光芒 只要你心中有这种向往 你一定可以得到 而不是说因为一个人 仅仅对你这种关心陪伴 就让你不知所措了 另外我也觉得 有可能这个男生 没有那么爱你 他只是被他对你的好 感动了自己 真正的大爱不是这样的 他是可以爱你所爱的 你一定要记住 好好选择 谢谢 谢谢周青老师 我想问男生一个问题 离婚很丢脸吗 丢脸吗 离婚代表这个女人很丢脸 是这意思吗 离婚就代表她不配 在拥有她想要的爱情的吗 离婚就代表 她不配做母亲的吗 那我反问你一下 你今天能不能为了她 放弃你父母 跟你父母决断关系 不再去见他们 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 你特别没有人味 你要把一个孩子 跟她的母亲分开 一个孩子本身就没有办法 得到完整的父母的爱了 你还要把她能够得到 唯一的母亲的爱 还要割离开来 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 怎么可能会好好爱一个人啊 所以我想说一下 对于女生来讲 你说我曾经离过婚 我不希望我的下一段感情 再是一段失败的感情 那至少你要明确两件事情 我第一段感情到底失败 失败在哪里 仅仅是因为她没有陪我 就导致你上一段婚姻失败吗 那个人可能没有陪你 这个人的心依然没有陪你 因为她想要的 只是她想要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你爱得好糊涂啊 你就说了一条 因为她对我好 她能陪我 你是希望有一个人 只要陪我就好 所以你不分原则的 去凑合和将就她 不分自己的位置的 卑微地祈求她 那对于男方来讲 也是一样的 你要考虑清楚的是 到底这个女人 我能还是不能接受 我能接受 她的所有的过往 我都要接受 而且未来 我就是会当一个继父 所以想明白 拒绝不丢脸 虚伪才让人唾弃 所以我觉得 你们俩考虑清楚了 到底要在一起 我们就真正在一起 重新开始谈恋爱 如果不要在一起 好好说好就行了 希望你们两个 真的都能获得 你们想要的爱情 而不是一个 戴着面具的婚姻 谢谢周老师 袁老师 其实听你们的故事 我挺难过的 真的挺难过的 要说爱嘛 我觉得刚才男生流的泪 这个成分是爱的 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 他多希望 我遇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真的他没有过往 所以你哭了 你没有办法 面对现实 但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你面对的 现实的生活 我们说爱是伟大的 但爱不是万能的 你没有爱她的能力 你没有处理 和这样一个女人 在一起 复杂生活关系的能力 一个25岁的男生 他即便一开始 想好了说 我可以 他离过婚 有孩子 我可以 但现实生活 一件件一装装 扔到她头上的时候 她发现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处理 也许你35岁时候 遇到这样一个女孩子 你能处理 今天你不能 所以我的建议 你如果爱她 请放手 女生其实 我听你讲述 也挺难过的 但对你而言 这也是现实 我在录另外一档节目 是中老年人的 相亲节目 我遇到了很多 50多岁的女性 她们来相亲 说我20多岁就离婚了 带着孩子 30多岁就离婚了 带着孩子 我问她 为什么你那么年轻 不找一个呀 她们给我答案都一样 因为我要带孩子 我再找一个男人 太难了 我既不想耽误人家 我也怕我的孩子受委屈 我也怕我处理不了 复杂的关系 不是说 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 去寻找幸福 但是你要认清这个现实 她真的就是难 你要真的想 去拥有一段爱情 和陪伴的时候 请你理智 请你理性 她不接受你的孩子 你怎么跟她相爱 你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了一出悲剧吗 好好爱你的孩子 给她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 好好爱自己 做一个独立的 有能力的女人 我相信你也会找到爱情的 所以送给你的建议 真的是想清楚以后的每一步 祝福你吧 确实不容易啊 加油吧 谢谢严老师 来 陆琪老师 对不起 严老师 你刚才有一句话 我真的没办法同意 我不觉得她有什么难的 我不觉得她有什么难 我觉得她挺好的 我觉得她不好啊 不是 我觉得她现在情况 一定要不难 她这样的情况 交给我 包准找得比她好很多的 我个人觉得 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错位的 你刚才那句二手货 一出来 我觉得就可以分手了 这句话 没有什么可以打折扣的 这句话一出来 就必须分手 因为这是偏见 偏见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我也遇到很多离婚的人 然后很多人跑来跟我说 说 陆老师 你给我们这些离婚的女性 专门写个课 怎么脱单吧 我说我有那么多脱单的课 为什么要专门给离婚的人写呢 他说我们离婚的人不一样 我说哪不一样 他说他们看不起我们 我说你错了 什么样的人会看不起你吗 和你们错位的人 会看不起你 你以为你离婚了 就应该找条件差一点的 你错了 条件越差的人越看不上你 越看不起你 为什么 因为他素质不够 你得找更好的 他能够知道 什么叫亲情 什么叫人伦 什么就和过去割裂 请问有哪个人可以跟过去割裂 谁能跟过去割裂 你居然还说 我为了你 我要减少和孩子见面次数 你也要变成那种 没有人伦的人吗 你要把自己放低到那种程度吗 你不要因为有一个人是看不懂你是限量款的 然后你就想 对 我就是一个垃圾 你只是受过一次伤而有什么了不起 谁没受过伤 你说他平时对你也挺好的 为什么 很简单 言尔斗铃嘛 当他不去想你的孩子 不去想你结过婚这件事情 他当然可以对你很好了 一提到小孩就不行了 一提到前夫就不行了 为什么 偏见是不可以被改变的 他对于离婚这件事情 有前夫有小孩这件事情 是有偏见的 他的内心并没有爱 因为如果有爱的话 会对你所背负的那个责任 流露出一些关心 流露出一些爱 而不是要你去和他割裂掉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 一定要找回自己的自信 一定要明白你的光彩 是他所不懂的 而不是你没有光彩 就这样谢谢 好 谢谢刘夕老师 别哭了 你不是还相处了一年多吗 就把它变成一段回忆就好了 激情期的时候 不考虑嘛 两个人腻在一起嘛 冷静下来以后 怎么能长久呢 就陆琪老师说的这个偏见 但是 严老师说的那个现实是有的 就是在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 不是你 我 我们呼吁几句 偏见就没有的 这就是现实 那你怎么办 你要想幸福 就是你得走出偏见 你得觉得自己是一个闪耀的人 时间留给你们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我觉得 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之前说的那些不好的话 是我一时冲动说的 我跟你道歉 以后我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但是我 还是希望 你多多少少的 可以和过去减少联系 我确实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开心 但是之后的种种 在我心里 真的就给我再一次的创伤 我真的也忍受不了了 你说你能改 可是你从来都没改过 好了 谢谢两位啊 希望你们的对话是坦诚的 来 两位请回 请回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报名 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 打着爱宝的情话 收费就是骗人了 看选择吧 来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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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